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魂也是一种磁场 有记忆的磁场 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分享关于万物皆有佛性的科学证明 灵魂 意识与量子物理的关系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 身体是灵魂的容器 死后有灵魂的存在 灵魂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其实灵魂和身体的关系就像电磁波和对讲机的关系 灵魂也就是一种磁场 有记忆的磁场 灵魂和肉体是这样的关系 人分肉体和灵魂两部分 身体为灵魂服务 灵魂又依赖于身体 器官的存在是为了身体健康保留 这样才使灵魂不消失 世界就是由物质组成 其中也包括时间 灵魂 时间 灵魂只是我们没有完全认识的一种物质形式 灵魂也是物质的 它是一种跟磁场差不多的场 我姑且叫它意识场 跟两个磁石之间有磁场是一样的 而这种场 一旦被我们人类认识和利用后 将产生历史上的重大变革 灵魂有自己的活动 当我们的身体休息的时候 有时它们不休息 到处乱逛 并模糊地存储下来 但是它没有借助身体的帮助 所以是模糊的 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没有 某天你到某个地方或发生某件事情时 你会惊奇 咦 这个场景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好像经历过呀 二 科学家发现微中子及中阴身 当今世界最惊人的发现 科学家发现微中子及灵魂 及佛家的中阴身 世界上这些诸多的不可思议的现象 怎么解释呢 全世界尖端的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努力 从70年代到80年代 根据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而发展的新物理学 在各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 例如宇宙大爆炸 缘起学说及证据的发现 粒子的发现 4度至11度空间的发现 超光速的发现 无限多元超级宇宙的发现 医学进入4度空间 太空探险船 探测土星木星 生命起源之谜揭晓 各种成就美不胜收 而这许多新科学的发现 几乎每一件都可以成为佛经奥秘的解释和旁证 几十年前 物理学家发现了微中子 微中子比电子小20至800倍不等 它是一种无形无体的虚无的一种能 它能穿透任何物质 美国科学家观测了30多年 发现没有一粒微中子衰变 不衰变就是不死亡 人体全身每个细胞都有微中子 如果将这些微中子连接起来 自然也构成一个物质躯体的形象 这就是佛经中讲到的中阴身 中阴身就是微中子等类非物质的能 在电影聊斋中 我们看到鬼魂对有形的物质来去自如 实质就是这种 可以任意穿透一切物质的 微中子所特有的物理现象 从那时起 世界尖端科学终于找到了众生 都有一个永生不死的 可以转位的能量 临时 佛门中有修行的人 懂得怎样使脑波集中 使中阴身不散不乱 可以穿越三界或多度时空 但一般人立于熏心 迷了本性 脑波不会集中 也因拼命吃肉吃荤 甚至酒色无度 肉体疾病丛生 死后中阴身散尽 但是有些心愿未了的人 可能挂念子孙或伴侣 他的中阴身就不会历时散尽 可能仍有那一点未了的心愿 维持微中子不散 所以会有鬼魂来看亲人的事发生 我的老师讲过这样一件事 我现在的住宅 刚搬来时 白天也能见到一个瘦小老年男人 不停吐口沫 晚上见到一个肥胖的妇女 笑容满面 到我的房中 亲热地称我为儿子 我知道他是义武 但没有害怕 于是就念佛 念咒 这义武并无恶意 说是来看看故居 又说很喜欢我能照顾这房子 以后就再也没出现了 我记下了他们的面貌和衣着打扮 访问附近的老人 一提邻居就知道 说那是房子从前的主人 夫妇都是医生 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也有些人因悲苦和冤屈 冤魂也会不散 直到申冤后才散去 中阴身能维持很久远的年代 诗人大多数不学佛 不懂佛理 不知如何保护自己的中阴身 他们不守戒 不能定会见性 没有效行贤德 也没有慈善之举 庸庸碌碌 在名利酒肉和色欲中享受 有些人杀生无数 以牟利或饱口腹 更有害人及罪犯 平时做事奸诈阴险 不相信佛说 宇宙中有因果报应的鬼律 这些人的肉体死亡之后 他们身上的微中子 没有心理的维系 很快就散了 佛经说随风飘荡 依草父母 任何一个人 不管他地位有多高 物质有多少 破了佛书的根本界 微中子就破碎 这是佛的智慧 说破了宇宙运动法则的天机 是人不识宝 三 宇宙中的自然规律 符合业力法则 宇宙中的自然规律 绝不会因为你不信 而减少惩罚 这些罪业深重的人 微中子有一种被污染的场置 相近的空间 立刻吸过去 因而这些中阴深有的 到了黑洞 有的到了冰山 有的到了火山 有的因授业力的反弹 而感觉到报应的痛苦 有些屠户死后 感觉到被千刀寡万刀剁 有的像被投身于油锅炸酥般的痛苦 种种痛苦 都是自己恶业欢化 阎罗天子 是维持宇宙中 一切平衡的超自然力量 他以一种能量形式 存在于另一时空 凡是恶人 无非就是自我心态重 自我越重实力越无名 不能选择前途 死后随恶业力的反弹 转诸狗牛羊 羁押鱼虫 而不知 修行人 实力光明清楚 念佛不错 使自己的中阴深的微中子 聚会不散 再加多善行功德 获得宇宙中善果的报应 得佛菩萨 超级大愿力能量接引 于是进入光明永恒的极乐世界 大家应知佛学 是至善圆满的教育 佛学中的一切学问 见机于无上的智慧 佛学对宇宙的认识 是非常深入独到的 它是符合超级宇宙原理的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威斯科夫说过 在科学上 几乎每一件事 都是超过你 直接经验的 今天活在世上的每个人 都不应该以主观经验 去看待宇宙 对待人生 否则你将面临六道轮尘的选择 千年铁树花开意 一时人生在负难 我们应该认真制成地去研究 和接受佛学的教育 要搞清佛理 反对迷信 有些人每天烧香拜佛 但做事还少不了缺德 这些人不懂得佛学道理 更不了解因果规律 是宇宙的重要法则 这些人以我为中心 以自私自利为人生的准则 他们是在搞迷信 他们不懂命有我力 这些人死后 是难逃恶报的 4.万物皆有佛性的科学证明 著名科学实验 再次证明佛菩萨的存在 藏传佛教的修行者 主要通过观想和念咒来获得成就 数以十万计的修行者 即身成佛 肉身化作 彩虹飞去 很多修行者 都体验了佛菩萨 亲临身边 传法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很多还没有什么修为的佛弟子 有过这样的体验 遇到极度危险时 立即念某个咒语 或者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立即化险为夷 在普通学人 特别是普通百姓看来 这完全违反科学规律 除非是密切注意 科学进展的物理学家 很多搞科学的人 是断然接受不了的 于是就吃为迷信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类似的远距感应 并相互作用的事情 让大家感到不可思议 在孪生兄弟之间 当一个人经历痛苦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立即就有感应 甚至会有一模一样的痛苦 有的夫妻或者父子之间 当一方经历极大痛苦时 另外一方也能迅速感应到 我以前一位男同事 某日早上身体极度难受 内心翻腾不已 几次偶心欲吐 无法集中精力工作 很快 其母亲从老家来电话 告诉他父亲 刚刚跌倒去世 所有这些 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 对这些奇怪的事情 理论物理学 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 获得了确切的证明和解释 只是 众多生命科学学者 不了解这样的巨大进展 普通百姓更无从知晓 而佛教当然更是不屑于科学来证明的 那么 科学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1982年 法国物理学家艾伦和他的小组 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实验 证实了微观粒子之间 存在着一种叫做量子纠缠的关系 在量子力学中 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 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 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 都一直保持着纠缠的关系 对一个粒子扰动 另一个粒子 不管相距多远 立即就知道了 量子纠缠 已经被世界上许多实验室证实 许多科学家认为 量子纠缠的实验证实 是近几十年来 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虽然人们对其确切的含义 目前还不太清楚 但是对哲学界 科学界和宗教界 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西方科学的主流世界观 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不管两个粒子 有共同来源 距离多么遥远 一个粒子的变化 立即就影响到 另外一个粒子 这就是量子纠缠 准确来说 所谓量子纠缠 指的是两个 或多个量子系统之间 存在非定域 非经典的强关联 量子纠缠涉及 实在性 定域性 引变量 以及测量理论等 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 并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的研究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两个 以相反方向 同样速率等速运动的电子为例 即使一颗 形至太阳边 一颗形至明王星 如此遥远的距离下 它们仍保有特别的关联性 一即当 其中一颗被操作 例如量子测量 而状态发生变化 另一颗也会即刻发生 相应的状态变化 如此现象导致了鬼魅式的远距作用 知猜疑 仿佛两颗电子 拥有超光速的秘密通信 就像念动咒语一般 鬼魅一词 出自爱因斯坦之口 它曾经发现 这种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在众多实验中一再出现 似于狭义相对论中 所谓的局域性相违背 因此 直到过世前 它都没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学 是一个真实而完备的理论 一直尝试找到一种 更加合理的诠释 这也是当初 爱因斯坦与波里斯·凡·罗森 于1935年提出 以其姓氏自首为名的 爱波罗悖论 来质疑量子力学完备性的原因 量子纠缠 证实了爱因斯坦 不喜欢的超距作用 是存在的 量子纠缠 超越了我们人生活的 四维时空 不受四维时空的约束 是非局域的 宇宙在冥冥之中存在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量子非局域性表明物体具有整体性 简单地说 量子非局域性是指 属于一个系统中的两个物体 在物理模型中称为粒子 如果你把它们分开了 有一个粒子甲在这里 另一个粒子椅在非常非常遥远 比如说相距几千几万光年的地方 如果你对任何一个粒子扰动 假设粒子甲 那么瞬间粒子 已就能知道 就有相应的反应 这种反应是顺时的 超越了我们的四维时空 不需要等到很久 信号传递到那边 这边一动 那边不管有多遥远 立即就知道了 即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立即影响到很远的地方 这说明 看起来互不相干的 相距遥远的粒子甲合影 在冥冥之中存在着联系 这与我们人的意识作用非常相似 5.佛教皆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 实证科学在研究意识中 遇到的困难是 无法用我们人类熟悉的时间 空间 质量 能量等来测量意识 但是我们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都知道自己的意识是存在的 如何来研究 无法用常规方法测量 而又存在的意识呢 目前有些学科在神经和大脑上 对意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虽然对大脑的许多功能 有了不少的了解 但是对于意识本身仍然是个谜 仍然无法解释意识的难题 意识的难题是指体验与感受的问题 例如对颜色 味道 明暗等等的感受 对价值观的判断等等 意识的难题 近年来重新触发了哲学上长期解决不了的争论 即意识是从物质中突然出现的 还是万物皆有意识 中国古代叫万物皆有灵性 自迪卡尔以来的西方主流世界观认为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是在物质中产生的副产品 然而 这种唯物论观点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与挑战 例如 一 许多科学家认识到 要从没有意识的物质中产生意识 这需要奇迹的发生 而唯物论是不承认有超自然现象的 换句话说 这是不可能的 二 在长期研究大脑工作中 神经科学对大脑的功能等等方面 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 但是许多人怀疑 唯物论能够解决意识难题 三 现在有科学研究者 从量子测量的角度分析 认为意识不能够被进一步简化 也不是在物质运动中突然出现的 因为如果意识只是物质的副产品 那么这无法解决量子力学中的测量难题 量子力学认为 物体在没有测量之前 都是几率波 测量使得物体的几率波 倒塌成为观测到的现实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意识是从物质中产生的 那么从根本上讲 大脑也只是由原子 电子 质子 中子等微观粒子组成的几率波 大脑的几率波 如何能够使得被观察物体的几率波倒塌呢 对于更大的宇宙的现实来说 这是不是意味着存在宇宙之外的 具有意识的观察者 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测量阳谬 为了解决这个量子测量阳谬 物理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 但是从根本上仍然无法绕开意识的问题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尤金认为 意识是量子测量问题的根源 虽然物理学认识到意识在量子力学的层面上就存在 但是量子力学本身无法解决意识的问题 从量子力学创立时起 意识就一直困扰着量子力学 但是长期以来 物理学家们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 试图逃避这个令物理学尴尬的难题 基于实证科学 在研究意识中遇到的难以克服的问题 现在在哲学界 神经科学 心理学 物理学等多学科领域里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就像时间 空间 质量 能量一样 意识是物质的一个基本属性 是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与佛学认为 万物皆有佛性 具有惊人的意志 量子纠缠的存在 是微观粒子 具有意识的证据 给意识是物质的一个基本特性 提供了良好的证据 其意义非同寻常 基于上面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认识到 沿着唯物世界观来研究意识 只能走进死胡同 因此他们 其中很多是西方人认识到 必须要改变西方实证科学的世界观 转而向东方哲学的世界观 于是 许多西方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转向印度 这直接导致了 近年来印度瑜伽和神秘主义 在西方流行 如果认识到意识 是物质的一个根本特性 那么就不难理解 人们发现的有感知的水 祈祷治疗 念咒感应 孪生兄弟姐妹感应 夫妻感应 巴克斯特效应 因果轮回等等实证 科学无法解释的 和灵界有关的现象 佛家的万物皆有福性 道家的天人合一 认为万物皆有灵 都应该是修行者细微观察宇宙 得出的结果 意识超越我们 可以看见和感觉到的四维时空 如果人的眼睛能够看到微观 那么就可以看见意识的存在 佛家的开悟 或许正是到了这个境界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预言和期望 一个新的世界观的时代 就要来临 科学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科学和宗教的界限 很快会消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愿您发喜充满 好运常驻 喜欢慈悲洗手频道 别忘了订阅哦 希望您能点赞留言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在这里 您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